早安youtube,我是陳雲 おはようyoutube,フジワラです 我是一個線上日文家教 在這個頻道我會用淺顯易懂的方式 分享初學者也能瞄懂的日文知識 這次我們要進入第三行 三行 這行跟前一行的咖行一樣都很好記 沒有什麼特殊的例外 但是確實有一些小細節需要同學注意 如果你可以注意這些小細節的話 日文就會更標準喔 では始めましょう 這行的指音都是S開頭的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 第一個R段的字是S S是怎樣寫的 要記得這個字可以記 Saki這個字 漢字是先 Saki的意思蠻多的 有可能是一個物品的頭 比如說一根棒子的兩端 也有可能是這條道路的前面 也可以說是之後的時間 是一個很廣泛的概念 要看用在什麼句子上 這個字跟上一行的Key一樣 有打字體跟書寫體 同學寫書寫體就可以了 而且Saki剛好可以讓你兩個字都練到 接下來E段的C 不管你覺得羅馬拼音是SI或是SHI 其實都不會有太大的影響 兩個都有人用 聽起來也不太容易造成誤會 要記這個字可以記Sika這個字 是動物的路的意思 就是耐良的那種路 耐良的路會跟你鞠躬 非常的可愛 大家不妨也去看一看喔 接下來是烏段的詩 羅馬拼音SU 這個就是我希望大家注意的字 他的念法也要記得 嘴唇不要撅得太卷 不是梳 是絲 也就是說你的嘴唇還是平的 沒有特別移動 就想像日本人是很韓序的民族 不會這麼誇張的發音就好了 要記這個字可以記Suki這個字 這是一個很好用的字 畢竟是喜歡 也是正面的字 告白的時候也會用 所以是必學的字喔 再來是A段的SE 雖然長得有點像 座音符號的A 在日文裡面是SE 各位同學要注意 這個字可以搭配Seki 這個字來記 是座位的意思 漢字是喜 要記世界 世界也可以 不過藤原是覺得座位比較常用 最後O段的字是SO 這個字只有一筆畫 但是轉了很多彎 可以想像是寫一個沒有斷掉的2 然後長了一條尾巴 要記這個字可以記SOKO 那裡的意思 這個字一般不會用漢字表示 好了再說一次我們選單字的原則是 1. 儘量重複之前學過的平假名 2. 不要跳到後面的平假名 3. 儘量短一點而且實用的單字 所以這次的故事是 這條路的前面 Saki 有一些路 Sika 這些路最喜歡Suki 的座位Seki 就在那邊Soko 很好這次的故事比較大自然一點 那我們這次的殺行就是這樣了 我們下次的他行見 他行要先跟各位預告 是例外最多的一行 所以真的要認真起來記了 謝謝你收看我的影片 如果想要看到更多關於學習日文的訣竅 歡迎按讚訂閱小鈴鐺我的頻道 我是彈員 ではまた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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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